这个事务所呢 从成立到现在 我们累积的金额 已经逼近7000亿的投资额了 那在今年突破5000亿的时候呢 我跟省部长我们就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上半年拼这个投资案 下半年我们要拼的 就开始要落实这些投资案 选在新北市的舒康科技公司 也是台商回流投资的案例之一 蔡英文卖力为自己辩解 就是要强调台商回流资金 7000亿新台币是真的 她还顺带攻击了韩国瑜 我上班的市长都证实了税有投资 那我不懂为什么没有上班的市长 觉得没有投资的存在 但蔡英文这么大动作澄清 对手韩国瑜却不以为然 鲜酸蔡英文在海外的房子 再呛7000亿新台币 真的会回来了吗 谁执政谁被监督 你不能拿不出成绩单 用抹黑跟抹红的手段 来获得选票 这是不对的 23号 韩国瑜在台中跑行程 台中大佬颜清彪带着老父亲儿子 为韩国瑜站台 让韩国瑜很兴奋 今天来台中 我连续到台北就来 这么广的来台中 天气有够好 人心比我们天气更好 更热情 大家自己爬爬一下好不好 韩国瑜在台中 为国民党明代候选人 黄新慧站台复选时 忍不住再度批评民进党 只会唱衰 搞欺骗 明明台经济部门负职负责人 在台立法机构已经公开说了 台商从岛外汇回的钱是零 蔡英文还是要硬拗说 投资了7000亿新台币 是在玩数字游戏 比如 目前观光客明明越来越少 民进党却把仅仅通过 台湾转机的游客 也算成赴台旅游的观光客 韩国瑜表示 不管哪个政党 施政都要诚实面对人民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韩国瑜还批评蔡英文 选举到了就大撒钱买选票 现在一个风力发电 要花到两兆 一个全战计划 要花到8800亿 一个新来项政策 要花到1000亿 现在选举到了 民进党开始花钱 打钱买票 要花到18000亿 另外 韩国瑜的民调 持续落后于蔡英文 但支持者说 民调未必反映真实情况 支持韩国瑜就对了 他民调我一定沉默 我才骗他说支持蔡英文 或许是看到了 韩国瑜身边 暗藏着的所谓沉默螺旋 蔡英文不敢大意 打出育儿津贴牌 蔡英文开出育儿支票 要鼓励年轻人赶快生小孩 只是这一招 韩国瑜先用了 当时也获得不少肯定 蓝绿决战2020 争相端出政策牛肉 就看沉默多数最后站哪边